好,我们接下来讲解一下Android的手机开发工具B4A 然后ID的使用介绍加另外再做一个叫做APP的开发叫Hardword 这叫布免书,因为好像每一个地方的城市语言第一次都叫Hardword 真是蛮可笑的,对外国人喜欢就是Hardword 然后我就不免除了用这个好了,其实你要叫哪个都一样 我们先讲解一下ID,我先等一下再讲解 我们先讲解手机要安装一个套件 不是,它开发一个连接的桥接器,就B4A的 这我不知道怎么念 好,那这个的话,这个东西的话是它的一个虚拟的,就是手机的虚拟的一个环境 就是在电脑里面虚拟一个手机的环境 那这个因为我刚刚在使用的时候,看还在安装 半个小时以前我的安装到现在都还在安装 所以我就跳过了 等我装好之后,我再讲解好这一部分好了 然后这个的话,这个手机的我已经连到手机了 我来讲解一下怎么安装 来,我们到那个已经连到手机上面了嘛,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开启这个 那个 因为手机连的话会稍微慢一点 然后我们直接到它的那个Google的商店里面 这时候的话,我们打B4A就可以了 B4A 好 你不用打那个完整的字啦 你就按一下查询就好了 然后首先它出现一个N 这个,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瞧接器这个 这个就可以了 那底下的是因为有些东西要钱嘛 那不用了啦 那个你就拿官方的就够了啦 好 这个的话你就直接点一下 因为我安装过啦 如果是你没有安装的话 这边是要安 可以给你安装的 你就点一下安装就好了 我安装过了我就不安装了 就这样子 好 那我就讲解一下安装完成的那个 安装完成的时候 我们到那个 好 到这一边来 好 点选它 这时候有说 因为我刚才有启动 一开始我先把它关掉好了 不要让它启动 好,我整个全部都关闭 还好 还好 还有那个连线的没有断掉 好 应该S的时候它是应该是断掉的啦 那我刚才 它是因为有被 它这个职程式啊 因为它有背景的 那种 你没有把它停止的话 它就 它就 那就那个 那你现在的话 好,我要启动让它连线 然后这时候的话 我们到电脑这边来 好 这边来 好 这边 我们这边Tours这边 点选它 这边有一个连线 我们这边连 因为我这个是手机嘛 是三星的手机 那你就点选它 好 因为你只要在内网里面 它一定要内网 透过WiFi 它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透过WiFi去连接它 而不是在电脑里面 虚拟一个手机的环境 那这样的话 开发的话会很慢 真的 因为你要把那个东西 你要 因为那个虚拟的手机环境的话 你就要吃掉 因为我现在没有开起来 我也不知道它吃掉多少机的记忆体 但是我是觉得 我用这么多年来的话 我是比较推荐用这个 好 手机的 就是手机的连接的程式嘛 就是这个 然后把我的开发好的程式嘛 送到这边 让它安装好来 所以等一下我要讲解 怎么去那个 把开发好来 然后连接过去 好 那我现在来讲一个Hello World 来 对 讲Hello World的开发之前 要先讲一个 安装的环境 要设定 我忘记了 来 我们这个安装的环境 我们在这边来 设定了 这个是设定环境 不是安装不中 好 然后我们到Tools 到这边来 这边 来 你这个的话 就是刚刚我们在第一 那个上一集影片里面的话 有把它摆在这边 那个Java的JDK 你就会把它设定成这个 好 这边底下是告诉你说 它大概是类似长的这样子 然后我们没有 现在没有用那个 这个不用点 好 我们现在是做这个 跟这个 第二个是设定这个 这个是安装的 因为我放了 我改成那个西藻去的 所以他这个的话 那个安装的话 他你就要这样设 他是底下有范例 然后这个的话 也是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未来的时候 你一定会开发一堆的东西吗 或是第三方的一个library 自己产生出来的 那个library 这样子 你可以把这边来 你自己设定 好 这个也一样 这个是一个模组 好 好 那我讲解这个 环境设定已经设好了 然后再一个我看看 要讲解什么的 我再看一下 好 这个这个的话是 等一下会开启一个 叫那个画面的设定的 就是那个画面的荧幕的设定 就是你可以上面拉一个button 那些的 这是你的APP的一个icon的图 好 这边是产生模组 或是 或是 加进那个已经存在的模组 然后这是改名字 然后依族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 你 Buildy一个设定的 好 这是你到时候要传到Google上面的时候 你这边要自己 你的那个 你是要设定的那个资料 因为我我只用过一次我就忘记了 因为之前上传到Google Play 已经忘记了 所以我会等到下次如果做到那个 把APP上传到Google上面的时候 我 Google Play的时候 我再讲几次 那这个的话也比较重要 比如说你现在 你现在因为刚好我用到那个 我开发的东西是30 你用到是30 就要用30 那没关系 我就先暂时这个不改 好 这个是比较重要 因为它目标的版本的话 Stick的版本的话 就是Angelo的目标版本的话 你是要用哪几个 哪第几版的 好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其他比较深度的话 我们到时候再讲解 好 好这边有没有要讲解的 这是这个桥接器 就是那个B4A的那个手机的桥接器的话 这个比较重要 AVD的话我还我那还没下载完 那是搞屁还没下载完 所以懒得在那个 那这个这个的话 选单的话 它有中文的 怎么弄的话 我没有去研究它 好大概是这样子的 好我们现在就开发一个Hotwood 那 呃 因为这个已经是存在的了 我就直接示范一个新的 就 你 我先讲解这个这几个哈 这个是它新的框架 好 框架 B4A的pack 好 页面 那这个的话 我不知道它这个是什么 我没有用过 那这个是default 就是说 它最早的时候 就 就没有这两个的时候 这个框架的时候 它是 我们预设是这个 然后这个是它 它 它又另外推一个 X2的 game的 那个 框架的一个 那个 那我也没用过 所以 但是我现在要 简单 做一个那个Hotwood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就好了 那 到时候我会介绍这个P4X的pack 好 这个我有用啦 我但是 稍微晚一点 我再制作这个影片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用 但我现在是要做一个Hotwood 那我就 我就选第三个 好 记得选第三个 好 这边 然后这时候的话 你选择你的目录环境在哪里 你要把它放在 不是目录环境 就是把你开发的那个城市放在哪里 假设我是开发到这里 放在这里好了 然后我就会选择 我就选择 比如说 T T 今年 2011 13 我就这样子 我的ProjectName就是设定成这样子 好 按一下它 好 那我就用这个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来 你看它 不错 它这个新版本的时候 它会帮你设定一个 产生一个就layout 也就是一个 这个还不错 然后再来一个是Hotwood 你看 然后 比如说它这边的时候 以前框架的时候 这个东西要你自己去拉 layout这个东西 就是画面的设定 就是要你自己去拉 我们看一下画面设定 忘记 忘记讲解到这个程式 好 没关系 我先跳回来 那个讲解程式 好 我们来讲解一下好了 这展开来 这个展开来 这个是代表应用程式是什么名字 好 我们就把它改成Hello 好 接下来 我们这边 这是程式的版本 好 这是程式的名称 好 这是你的 你知道横还是直的 好 萤幕的横纹 然后这个 这个好 这我忘记了 好像是要用到 那个延伸的那个SD卡的资料 因为 这一块我没有用到 好 这是 呃 就是全萤幕呢 好 好 这个是你的标题是不是要出现 我的话 我觉得我不要出现 好 好 再来就是 他这边有用到那个XUI这个套件 XUI套件的话 就是这边 你这边的时候 他这边我用到 这边要打工 刚刚打错了 我刚才能XUI XUI是他的一个那个萤幕 就是 就是萤幕的那些的套件的那个 所以你这个 你这个必须要用 你看他这个东西 好 那 对 这个是他的那个 你要设定那个 这个 比如说你你你你这个东西啊 跨 他这边的话 他这一支程式 就是一开始成组程式执行的时候 呃 他前面是一般的他那个嘛 程式的一个参数设定嘛 然后第二个这个东西就是程序 他可以 他可以 这两个是不一样哦 这边globo是指这个man里面的啊 使用啊 那这个的话他可以跨越这个 我设定的时候我可以在这边 比如说这模组 好里面可以设定啊 公用参数 使用这个man里面的参数 变数啦 讲错了变数啦 不是参数 然后 接下来是那个 这个是呃 他的一个那个 就是你一个 程式的一个起始的执行 就是你要创 第一个他是在创建这里 就是你 呃 魁德的话你这边的话 他就是程式第一个是执行这个 好 所以他 他就是载入一个layout 这个就是画面 萤幕画面 呃 应该叫布局啦 叫布局 好 这是 这萤幕的话 如果是说你终止的时候 他要做什么事情 这好像 这个是离开啦 啊 离开 看到背景的时候 那这个是我的按钮 按钮的 所以他的语法的话 你看他这个整个语法都是比较像 嗯 Basic 好 那接下来就是 这个是因为我用到这个XUI这个套件嘛 刚刚讲错了 他不是萤幕的那个 他这个是另外他单独的一个套件 好 这个的话你看他这个是一个对话框 好 好 来我们看一下那个设计的画面哈 设计画面就来自于这边 我们这边就是 哦 这是主要的框 就是点这一个 你讀Button就点这一个Button 你这是主要的话 你这样我要不要秀这个 不要我不要秀 好 我不要秀那个标题 好 那 这边还可以设定说你这边的萤幕的大小啦 但是我因为我是设定成自动自动萤幕的缩放 所以就不用了 好 点到那个Button 好 好 这是按钮 这是按我 我们会改一下 OK 然后 我们这边的话 其实像这按钮的话 我们这边按一下 因为它已经设定了嘛 我们自己再搞一个另外一个 你看 你再看看它说 会不会很好 很好做 好 按一下 好 这边的话 那 那你这边的话 你要 因为 你这边已经弄下去的时候 那你这边还要做一个 就是你这边滑鼠按邮键 然后这边有一个就是说 他这边要先宣告 好 好 这两个是不同的 如果是使用你是用B4XView的话 你就要宣告这个 那因为我没有 我Library那边没有打勾 那这是传统的 它会有这些差异性 那差异性的话 将来的话 我比较了解的时候 我再讲解 因为我比较 因为它是这个东西 B4X的话 是最近一两年才推的 所以我还没有真正了解完毕 好 这边是Clark 好 你这边的话 你这边就会产生 你干 那边是弄产生的嘛 那这边就是 然后我们拷贝过来 就说 你好吗 OK 这样我们把它存档起来 然后这时候的话 我们这边TOS这边的话 你如果刚刚没有连接 你再点一下它 这边就连接它 然后就在那边按一下它 然后这边的话 它就会开始就是说 对 这边没有设定到值 等一下我再讲解 好 我们再回到手机那边 你看手机这边 它又出现这个嘛 好 它就自动的 把它送那个 我们编译好的那个APK 送到手机上面 让它安装 我们这边点安装 我们这边开启它 好 这边是按我嘛 对不对 按我就看 Hello World OK 这边按一下它 你好吗 对不对 好 很快速 你看是不是很快速 我是觉得蛮快速的 然后我们先再回到 刚刚看到有一些问题 像那个比如说 它那个问题 比如说这个东西 没有使用 那 因为我有经验 所以我知道说这个东西的话 是代表说我刚刚那个打工 没有打过道了 乱 不小心按道了 这边就不要它就好了 因为我现在再除错一次 好 这个 没有了 再存档一次 也可以 它这个东西不用一直按存档 好像它自己会自动存档 我觉得它蛮厉害的 不过我还是 有时候的话你还是养成习惯 自己按一下存档 然后这时候按一下 这边就是 它这边就是有三个模式 一个是debug 一个是relay 这个是发布 这两个差异性的话 我没有深度研究 我觉得就我一半来讲的话 我要在手机上要发布的时候 我就 我就 我就执行这个relay 好 那将来我如果我 我比较了解的时候 我在讲解这个东西是干嘛 那这个debug的意思是说 很好用 有时候 你想要知道说 你开发 比如说你网页 你开发它上去的时候 靠腰泪 你那个东西 到底我正在运作的时候 它这个东西 我可不可以 边运作边除错 以前像我们开发一个 Windows视窗的时候 就可以这样子 你看那个网页的 要怎么去 这样慢慢给它除错 是不是 网页的实在是很头疼 那这个debug就是 它的意思就像那Windows一样 我正在用了 它就可以除错 比如说你在这边的话 它程式的运行到哪里的时候 我就可以知道 其实你这边可以再加入一个log log这个东西 我有切换那个log这个东西 有没有 这个是它的公用的函数 我将近比较快 有时候会那个顿顿的 好 那这边左边的话 你这边也可以点选两下 它可以到 跟其他以前的Windows的 那开发ide的话 其实蛮多 很多蛮类似的 还在一个就是说 你这边的时候 如果写一写的时候 我程式乱掉怎么办 就是 没有 要怎么美化 按邮件 这边有一个auto format 这样点一下它就可以了 我是不是点到哪里去了 这边点错了 因为它这个东西的话 它给我格式化 自动格式化 就把它搞错了 其实它不用这样圈选 就这样子直接这样就可以了 不用整个圈选 好 这是这是备注哦 这是不要备注哦 好 所谓你要备注不要备注的话 就是说比如说我这边打一堆字嘛 好 我这边按邮件 按下它就是备注了 好 这边按邮件 滑鼠按邮件的话 它有其他的功能 你们可以慢慢看 这其实是你 如果你以前有开发其他 程式语言的话 你再看这个的话 其实 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 还蛮好上手的 还蛮好上手的 最重要的是它 就是 你后续要比较深一点的时候 那个程式 你要更近一点的时候 你要找那个资料的话 比较累一点 比较累一点而已 但如果是说你 你学蛮快的话 那我觉得这一套的话 对 对一个人来讲的话 蛮不错的 真的不错 好 我们刚刚已经把它改掉了 像比如说这个东西 好 还有一个 这个是因为它那个被注 OK 这样子 好 来好 这都没有错误了 再送一次 然后再回到那个手机版本 好 好 等一下它它会送过去 让我安装 好 这样很可能吧 好了 这时候我们就按一下安装 嗯 按带快了 我用手机那边按好了 好 这时候开启 有没有 很快速吧 好 那今天就 我就把这个关掉 好 那我看一下 那这个 这个的话 AVD的话 那等 等它安装好的时候 我再来讲解好了 那 你看吧 其实因为我其他讲 餐 其实讲真的 要写一支那个 Hello World的这个东西 简单的啊 没有几分钟而已啊 那其他都是一堆的废话而已 好 那废话不多说了 那就让大家休息一下啦 好 那今天讲解到第二支影片就讲解到完毕啦 好 谢谢